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的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别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都希望留下你善意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一说,真是的 现在租楼是很难的 惨,惨惨惨,三个惨 是,真是惨惨惨 究竟什么事呢? 因为有一位新移英港人,他刚刚不逐租 业主不跟他逐租 他就心急去租楼,结果弱石乱头 结果真是惨惨惨 他就说,忍不住要出铺了 提醒一下上租楼的香港人 本来我就是租名校区 有三间房的楼 识订想一下 识订想一下 名校区 是的 三间房位于市嘟嘟 这个地区 业主好衰的 好多东西就没弄 阔老懒你了 洗衣机坏了 干衣机坏了 坏了 之后 厕所的抽气线都坏了 再前一个租客 跟他翻面 一打开门的时候 那间屋 烂了 好多东西 就是 不用得 之后 垃圾 堆积如山 堆在 屋里 和屋里 之前的围栏 烂了两年 后院的门锁坏了 那间屋 如入无人之境 我 已经问他怎么办 他就潜水 两个星期不认你了 以他这个态度 其实 如果这间屋重新 要维修的话 再出租应该很贵 而且我一打开门 最大事是什么呢 明明 广告就写是可以 furnished 或者unfurnished 即是有家私或者没有家私 明明说好 是不要家私 结果一打开门 签了约 恶网咒来 原来 他说unfurnished 是叫你弄到这间屋unfurnished 叫你自己搬走那些东西 没得捉住室的 这个可以告X他 这个好笑 他说unfurnished 你自己搬走了就可以了 你不要以为弄掉他就可以了 他更加说 完了约记得把那些舊家私搬回来还我 怎样 要我租到一个 仓库放那些垃圾 这么笨 我只觉得很好笑 但是他签了约 他签了约 你真是麻烦 那究竟没得告呢 可能都有 但是你可能浪费一些钱 因为有时候我们说 你说 你那个约真是写明unfurnished的定义 应该不是这位业主说到这样的 我叫你搬走就unfurnished 即是没有家私 到你签了约之后 就没办法了 你完了约还原 所以他提供那些家私 就想着用一用 结果 又糊糟 不能够轻易清洁那些 又好鬼脏 有些就烂了 要租楼的朋友真是小心 心急都不可以 乱来的 除非你不介意自己出钱 是换过了锁 还有 帮他换了抽气线 还有整个洗衣机 整个干衣机 那就没办法了 如果 不是这间屋 大家都挺难安居的 但他可以说我是什么 我是在这个名校区 那亦有人说 如果 怕法律问题地址可以 可以在正体汉字写出来 比如 这个Kingston 你就写健身档 Yorkshire 就是约克棍 你就写约克棍中文 亦有人问他 喂你不看不查你就租 好像你也是挺狼胎 那也是 亦有人 其实多数人都不帮他 不知道为什么 亦有人就说 有人拿着脂棒棒叫你去租吗 那没有 但其实也有欺骗成份 真心地说 他自己本身也粗疏 是的 亦有人说 坏东西失踪不整 和我前业主一样 住到我搬都没有整 亦有人说 那你还交租 他就说 Sosep 给他吃硬 因为我交了一年的租 当时满心欢喜 没办法 这就是没有信用保证 所以一定要交一年的租 才可以给你 别人不相信你 因为他没有 Credit record 因为他们之前 不能在英国做过工作 所以 你就要硬吃这些 是的 亦有人说 很想知道业主是什么国 不用问就是强国人 这个你不知道 之后他就说不是 是英国人 亦有人说 好心搜索地址 说些不说些 但是他在那里住 他搜给你看 是吧 亦有人说 那么多问题 看楼当时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他就说 太心急了 因为我被逼迁 所以 有得租给我已经很开心 之前看了几十个盘 都没有人肯定租给我 所以才可以 这个就是 看中你了 弱石源头 刚才我在咪后 问这个真必思 他在 博取卖现在这栋 新楼的时候 他现在住在这里 中共看了多少间 真必思你回答 你看了多少间 其实 看了起码十几十间 用了多长时间 是实看的 但是有些上网看的 我们不可以了 表记上网看的 这些是过百 用了差不多大半年 如果计算起码十几十年 他可以说 买楼不是租楼 你现在租楼也不错了 这个是 真是说真 真是不错 但是现在买楼 如果你是 叫做 是供的话 如果你在英国供的话 也不错了 因为英国刚刚利率 上提了 25个点子 也会令很多人呱呱呱 但是没办法 因为英国 它的利率 为什么要上调呢 因为 英国的通胀 是升了 居然 初初以为它会降少少 结果不是 因为 这个 CPI 2月份 因为通胀是回升的 2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是按年升 10.4% 增长主要原因 是来自食品和饮品的增幅 其实食品和饮品也和脱钩是有关系的 始终 你是麻烦了 你的东西 进出口 到药满的时候 BNO说租楼 就会加租 加租 绝对会 他就是加租 那个人就是加租 他不肯 那就 弱石乱头 当然 他就说 这个人也挺好吃的 他说看到繁体字 想不到香港人 现在这么大势力的 因为有 租楼的帖 出来是有繁体字 叮 这些特意给你看的 你也要小心 是呀 是吗 为什么又是 特意是 针对你这个市场呢 不过 原来有人就说 是的 那家网站 都有中文的 但是是简体字 那他就不开心了 亦有人说 全部是香港人 整条香港人村 但是之前那些都是 一般的 说真的 一般的 当然 你说租楼 当然是不可以 像他那样 那 真是很急着 怎么办呢 你只可以先住AMBMB 但是你很多东西 最怕他有很多东西 他们真的整个家当 拿去英国 现在你这样 我现在虽然这样说 有些马后炮 但是你 你计算 可能你加过一些租 还比你现在 要搞点这堆 垃圾 新屋 是的 你不用那些傢俱 你还要自己找个 这个真的是瘋子 我听到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啊 大佬 他可以说 你可以用回那些傢俱 但是你要清 还有修理 这么难 这么难 大佬 我会贴 我贴多少钱下去啊 大佬 是的 当然了 我们看看 放租前 齐备安全证书也很重要 放租时 其实大家都要知道有几种文件要齐全 包括 煤气安全证书 以及电器 必须完成安全 检查测试 这个可能他也没有了 不知道 亦需要能源效益证书 透过租务中介去找租客 其实 当然 如果你是放租的人 刚才我说是放租 如果你放租的时候 有些BNO是有楼放租 刚才那几个证书也有 记住能源效益证书要达到E级以上 煤气安全证书 还有电器必须 安全 检查 测试的一个 证书也要 你放租就是这样 很明显你的业主应该就没有 你的业主应该就没有了 我相信就没有了 当然你可以找那些公司帮你去放租 但是 有些都不是很负责任 所以 有时候 都要听天由命 我都不想这样说 我都不想这样说 实际上是 有时候是 你想是 没什么优秀的话 其实我看 最紧要想想 价钱是否合理 如果 真的便宜得紧要的话 你就真的要停一停想 如果 这么好 会不会就是 你是香港人之后便便宜了 10% 多数中伏 多数中伏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其实 租楼 就有 几样东西 我觉得就是 因为全英国总共有69个城市 51个位于英格纳 5个位于北外 7个位于苏格纳 6个位于威尔市 我们看看 首都伦敦是最大 其次就是 曼城 曼城更加是 新移英港人 三大落脚点 接近 市中心的 配套 相对就好一些 但是租金就贵一些 这个不用说了 除非你 有什么 有什么 你 其实最紧的 第一件事是 看看 是多少 就算 一些比较小的城市 有些配套都挺齐全的 百明汉都OK的 但是罪案率 犯罪率就好像 一般的 在Sheffield都OK的 还有 记得之前 就是水质 英国自来水 有分 硬水和软水 硬水是指 来自 这个自来水里面 有较多的硬物质 特别是钙和尾 英国的中部到东南部都属于硬水区 其实 要么就是 装过软水器 煲一下 治安当然是最重要 不会好像新移英作家 选治安特别差 搬了 搬了 自己受不了 治安方面 其实在英国普遍 人口囚物 贫富 区分 真的会影响犯罪率 周到也是 没错 如果你过一区 有贫富的差距大 犯罪率也不会特别低 但即使富区也可能有其他人去那里 是吗 这个真是不秘 酒吧区 餐厅区 或者球场附近 我记得之前他们说 我买在曼联附近 这个曼联附近 澳脱福球场附近 结果就大了 其实在这些地方 晚上比较多人聚脚 案件发生也会频密 如果打算去一些不太熟悉的区域 建议找一些比较安全的租盘 最好找一些有密码所 如果你住的那些有物业管理公司 或者大堂有保安那些 当然是安心点 那些也比较贵 英国 温度 气候 一般比较凉的 大风多雨 近海的大风 内陆比较冷 南部多雨 但比较温暖 其实都是那几个网站 Ridemove那些地方 都是那些地方 去看看 当然 最重要是 两个字 实地 一定的实地考察 千万不要隔山卖楼或租楼 是的 租楼比较小 卖楼比较大 没错 签了约真是大 福水难收 其实 一般来说是打电话问一下 代理 电油可能要等久一点 当然如果你不找代理 自己网上租 你真的要再看两眼 真是看两眼 是的 在看盘的时候 可以顺便问一下 租金 水电 宽贫 市政税 有没有宠物 都可以问一下代理 如果看完这个报案没问题 就跟代理说声 拿份表去填 这份表是很长的 没有记错的话 会需要你填 申请地点 租金多少 什么时候开始租 亦都要提供 每位住客的个人资料 和收入状况 等等 另外 这些全部都要小心 当然 另外需要提供 担保人的资料 担保人 就是 当你没办法 承担租金时 帮你交租 担保人 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 除了之外 亦都要提供你 护照 住址证明 以及担保人的身份证 付本 其实都很繁琐 如果业主接受了你的扣 代理就会请你 繞纳 一个星期租金在订 但他们就 交一年了 好像这个阿哥那样交一年 是很难交一年 当然 他最糟糕是收铰匙 拿了铰匙之后 就看到屋前的情景 原来unfurnished 就是 叫你搬走之后就没有家事 这个真是第一次听 真是吓坏人 当然 自己真的要小心 因为以各他乡 生活是困难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 亦都放多个心眼在这 不要以为西人 个个都是 优雅的紳士 好像陶杰那样说 每个地方都有好人 每个地方都有坏人 就是这么简单 好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我会访介绍